众所期待的振兴五倍券 政府将决定在10月初发行 能否带动小店家的生意 新庄富民里陈清泉表示乐观其成 多数民众也认为 能帮助市场店家有生意做 增加收入 即使五倍券不能找零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到市场采满消费 疫情期间 全台各地经济都受到影响 因此政府要发放振兴五倍券一事 究竟能否带动小店家的生意 新庄富民里长陈清泉表示乐观其成 因为疫情的关系 百叶萧条 创作国内大大小小的店家 爱逢骗雷 所以政府在 预计在这个10月份 要发放这个五倍券 来促进 这个国内的内心 让这些小贪汛 还有一些餐厅旅馆 能够来使用 来促进一下那个 我们国内内心的经济 这是非常好的 来到域民街上的这座传统市场 依旧可以看到采满人潮 对五倍券不能够找零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到市场采满问题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说能帮助店家有生意做 增加其收入 愿意来市场采买民生物资 有啊 它不但就是一定有效 多减少也不好 振兴券很实用啊 因为民生用品 每天都要吃喝 东西就没有找 你就给他讲方便了 方便啊 非常方便 五倍券将决定在今年10月初发行 富民里长表示 全民无需再付1000元 就可以直接领券民众乐意消费 势必带动买气 渐渐能够促进店家的生意 方可增加经济效益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导